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减脂减肥期会遇到的四大地雷 我觉得网路上啊或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些迷思 自己也不确定观念到底正不正确 那我在这条路上其实也已经很久了做过非常多的功课 问过非常多的人 那有四大迷思呢是我觉得我自己曾经经历过 然后我也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混淆的观念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少量多餐到底会不会瘦 那少量多餐这件事情以前曾经我也是犯错过 因为我自己算是很容易饿的人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不然我少量多餐好了 就把分量减少一半至少我就是分开吃 不会中间再吃个下午才晚上再吃个小夜 我就是觉得少量多餐这件事情会瘦 但答案是大大的错误 那错误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要知道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在减脂减肥的状况之下 胰岛素跟肾糖素质是非常非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少量多餐呢 其实你就是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刺激你的胰岛素 它根本就没有时间下降 所以就根本没有办法消耗脂肪 人体啊在进食的三个小时之内呢 都是消耗体内的肝糖 那当你空腹超过三个小时的时候 才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 也就是说如果你少量多餐的话 基本上你的身体一直在呈现非空腹状态 它就没有办法消耗脂肪 那当胰岛素上升 它终于快要降下来的时候呢 你又吃了一点东西 诶 它又往上升 那身体一直呈现在这个高胰岛素的状态下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少量多餐根本就受不下来 那我替代的方式呢 其实是大量少餐 完完全全的相反 就是不是少量多餐 而是我一天吃的餐素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我现在目前说六日以外 一天都是只吃两餐 那我就是并行这168断食的状态 那之前有一些些168断食的诗心影片 还有一些些迷思QA都在左上角 或是可以到我的频道去看 以前都有拍过 今天就不在这边多讲 再来第二个是减肥不能吃淀粉 当然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人都会说 减肥就是不要吃淀粉 淀粉就会让你的生糖指数升得非常快 但是呢 其实淀粉也是有分优质的淀粉 跟生糖指数很高的精致淀粉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选优质的淀粉 因为我个人觉得啦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在整个减脂减肥的期间 你都不吃淀粉的话 对我自己也是研究报告有指出说 如果你长期没有吃淀粉的话 其实反而会提升的食欲 这也是我自己有亲身感觉到的 就是比如说 我很严格的控制我自己淀粉的含量 我反而口欲会超级无敌的重 我就一直很想吃甜的 一直很想吃垃圾食物 一直很想用其他东西填满自己 没有吃到淀粉的这种欲望 所以我觉得适时一点点的淀粉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我们要选择的 就不要吃精致淀粉 而是选择优质的淀粉 我会尽量摄取优质淀粉 包含了地瓜、燕麦、糙米、玉米、南瓜 也都是很好的淀粉来源